西安是一座博物馆之城 120多个博物馆见证了古都的繁华气象和骨子里的骄傲 陕丽博是世界博物馆中的顶流 从最早的虎符到顶级唐三彩 不少教科书里的藏品都能在这里一睹真容 淡淡是个因为喜欢历史而留在西安的年轻人 这是她做志愿讲解员的第十年 这一件很有意思 这件虎符 对 虎符 就是男生们都很喜欢 这个象征着这个调兵前将的这个 将军令 对 它是一半放在地方上 一半放在这个中央 当中央要你排兵的时候放在一块 这个叫什么呢 符合 我们说的符合这个词就这样来 跟这个文武有关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什么呢 合同 我们今天盖了七凤章 合同就跟他有关 所以其实你说陕西的这个历史文化 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 其实在骨子里面 文化上来讲他都是陕西人 对对对 你用了很多的词 点章 因为统一了文字嘛 对对所以 作为老实男生特别骄傲就是这点 是是是是 你千年人家觉得你有历史文化 其实相比于唐 我有的时候会更喜欢汉 汉男人那种热血 这就是霍区域目前的一件时刻 它有一件复制品 叫做马踏匈奴 马踏匈奴 对我当时演的 演的就是这个被踏的匈奴 卑林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马踏汉人 那个那个马是放在那个匈奴人 是匈奴人雕了 匈奴人说你们弄个马踏匈奴 我又能够马踏汉人 确实 所以我就想开玩笑 我说我们陕西人如果历史学不好的话 用我们陕西话来讲什么 休想 对不起我们老祖先 对 对因为这些历史就发生在你家后院 你家前院 西安下不是好多地名都保留着唐代的教法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西安不能轻易改地名 一改咱就历史改 改的没历史没有 对对对 对对 你可以找找你家在哪 我家我家 你看中楼的这儿对吧 你看你差不多用咱们的话来说 你那会儿就住到唐朝公务院里面 政府大院 好你住那儿 你知道我住哪儿吗 我住这儿 再见 穷人 不会跟你做朋友 没有没有 对 白玉来我们西安工作了十几年 当公务员 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 终于在西安买一套房 买到哪儿在这儿 距离这个上班的地方很远 对是 所以人家住在 比如说像那个 你看我们非常熟的永心房 你看那个 永心这两个字 魏珍呢当年就住在这儿 所以你看 四点半上班 他四点起床都来得及 白玉不行 白玉两点就得起门 很辛苦 对 今天的这个西安呢 压根就是直接 这些在唐代的那个西安城 是个集团盖起来的 所以西安的这个施工工地 挖着挖着就变成了靠谷工地 对是 看似云淡风轻的描述 却不经意撇出身为西安人的自豪感 是不是你们家这个院子里面 也能挖出个荷霞村呢